我身為一個球迷 我是這樣想 恐怕蔡其昌會長跟顧忠亮理事長 應該對每一個球員要給予獎金 特別吳哲遠應該要給予加薪 在這裡我們要歡迎黃三軍 也就是我們中信兄弟 再次以總冠軍的身份來到總政府 去年大家都穿西裝 這一次大家穿上黃色戰袍 看起來真的很有氣勢 在今年的球隊陣容裡 有幾位讓我印象深刻 像是三年職棒人氣王 去年在這裡許願要再次拿下總冠軍的 王威城隊長 他不只是大家的黃三隊長 也是我們經典賽的台灣隊長 還有小可愛 誰啊 江崑儀 江崑儀 請說 我以為很多人都會站起來 年紀輕輕就站穩了 我們中信兄弟的遊籍大關 在這次的經典賽中 攻守聚佳 經典賽表現很賽揚的CY 吳哲遠 在去年球季也大放異彩 拿下單季十一連勝 創對史上最多連勝紀錄的本土投手 我們的台式應援更是紅到國外 被封為世界名曲的炸裂陳子豪 新球季即將開始 希望球迷朋友能夠延續經典賽的熱情 一起進場支持職棒 邀請我們的詩迷賴清德副總統 來為我們講幾句話 謝謝總統給我機會 雖然有點剛大 不過我是很忠心的恭喜我們兄弟像 能夠再度贏得年度獎頓 國家代表隊你們兄弟像就有六年 人數最多 這也代表兄弟像的實力 那這個世界棒球軍檢賽 雖然我沒有辦法到東京或到美國 但是你們的表現都非常精彩 我身為一個球迷我是這樣想 恐怕這個蔡其昌會長跟郭忠亮理事長 應該對每一個球員要給予獎金 特別這個吳哲遠應該要給予加薪了 來副總統還沒到的時候我知道來副總統的心情 他一直很希望能夠有機會可以在這裡接見彭醫師 但是我有問了一下這個威助總教練跟志偉領隊 看起來明年你應該還是沒機會 應該兄弟他們要完成三連霸 所以看起來你這個還要再等等 希望有機會你可以用總統的身份來接見 聽說明的為了 那所以並且是一位 尤其是一個難民之冠 那這次你開始 那天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